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台灣附近的雲層的話是比較多的 尤其是在周圍 那目前我們是有看到在海峽上面是有一個比較強的對流正在發展當中 那它也慢慢的往台灣地區靠近 所以目前有一些地方其實是正在下雨當中的 那如果我們從雷達回波圖的話 可以更明顯的看到這樣的情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上一波影響我們的系統 其實正在通過當中 那其實目前在北部地區其實還是有一些零星下雨的狀況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就是在海峽這邊 比較靠近澎湖以及中南部的附近 這邊是有一個比較強的對流正在發展當中 那也正在一路當中 所以未來幾個小時之內在澎湖地區以及中南部地區 是比較容易會有比較大的雨勢發生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過去這一段時間降雨的狀況 首先昨天的話基本上在整個北部地區以及中南部的山區 是有一些降雨的那我們也提到等一下在中南部地區以及澎湖地區 可能也會有直播的大雨發生的狀況 那再來我們來關心一下 那就是接下來一天的降雨的狀況 首先今天的降雨的話會比較偏向是 圈台各地都是容易有降雨的 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區以及東南部地區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甚至有大雨發生的可能的機會 那到了晚上 在因為剛才提到就是在台灣附近的環境都是比較偏向不穩定的 在晚上的時候由於東南風的關係 所以在東南部地區 可能還是持續會有比較大的雨勢發生 提醒在東南部地區的朋友們 今天晚上開始還是要特別留意降雨的狀況 那我們從天氣預測圖來看一下未來一周整個天氣的概況 首先今天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台灣附近雖然沒有明顯的系統 不過整體來講還是在一個比較大的低壓袋裡面 所以天氣上面來講是相對比較不穩定了 到了明天整個風向會轉為比較偏南風 持續一直到8號、9號 都還是比較偏向南風的 但是到了9號之後我們可以注意到另外一波封面系統 正在靠近當中 所以台灣附近會轉為比較更西南風的環境 所以到時候中南部的降雨 可能又會再更持續一些些 會一直持續到廉價之後 所以最後來提醒大家未來一周天氣的狀況 首先是中南部的部分 未來一周基本上都是不定時的降雨 而且比較容易會有大雨發生的機會 那午後山區的雨勢會再加強一些 在北部以及宜蘭 整體降雨當然是會比中南部再少一點 但是還是比較容易會有局部降大雨勢 特別是午後的時候 另外在花東降雨會比較零星一點 大致上是以午後降雨為主 但是今天晚上在花東地區 就剛才提到的東南風的關係 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會 另外未來一周各地的溫度 大致上是溫暖到偏熱的 那降雨感受是比較舒適的 降雨的時候感受是比較舒適的 那另外注意強風的部分 今天中部以及離島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強的陣風 要提醒大家留意 另外最後廉價期間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在金馬地區 可能比較容易會有霧的狀況 所以還是要特別留意航班的資訊 在交通往返上面要特別留意 就有一定有阿翔 就好疼他 我會不講話